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比分2比1逆转战胜对手成功晋级到第二轮 这场比赛不仅展示了郑清文的卓越实力 也让他再一次证明了自己在国际网谈的顶尖地位 在不久前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上 郑清文勇夺女单冠军 创造了中国网球的历史 在那场赛事中 他击败了现世界排名第一的斯瓦泰克 这场胜利的含金量极高 也使他一跃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郑清文的奥运金牌 不仅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更是中国网球的一次重大突破 然而 随着荣誉的增加 压力也随之而来 在此次美王比赛中 郑清文作为女单7号种子出战 他的首轮对手 阿尼西莫娃 也并非一语之辈 阿尼西莫娃 曾被誉为美国网谈的天才少女 虽然如今世界排名第49位 但他的实力仍然不可小觑 前不久 他刚刚在多伦多赛中获得亚军 状态正佳 本次比赛 第一盘 郑清文在开局阶段表现不佳 迅速以1比5落后 这一局面 让观众们为他捏了一把汗 然而 郑清文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 连续追了三局 将比分追至4比5 然而 最终他未能挽回局面 以4比6戏败 首盘的施力 让不少人对郑清文的状态 产生了质疑 甚至有一些不理智的评论认为 他是最水的奥运冠军 这些言论 显然低估了郑清文的实力与决心 第二盘 郑清文迅速调整了状态 展现出世界级选手应有的水准 他凭借稳健的发挥 以6比4的比分扳回一盘 将大比分追平至1比1 此时的郑清文 已经完全进入了比赛的节奏 气势也逐渐压制住了对手 进入决胜盘 郑清文开局便以3比0领先 为自己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在随后的比赛中 尽管阿尼西莫娃试图发起反扑 但郑清文保持冷静 顶住了压力 最终以6比2拿下决胜盘 完成了这场逆转胜利 据悉 这场比赛的胜利不仅让郑清文成功晋级到第二轮 也为他赢得了14万美元 约合100万人民币的奖金 然而 比赛的意愿不止于此 在输掉手盘之后 网络上曾出现了许多质疑郑清文的声音 甚至 有人用不友善的语言 对他进行攻击 这些言论无疑给了郑清文很大的心理压力 但他用一场胜利做出了最有力的回击 比赛结束后 郑清文的人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大量球迷在现场等待他的签名 并高呼他的名字 这一幕不仅反映了他在网谈的影响力 也展现了他与球迷之间的深厚情感纽带 据相关体育专业人士评论称 郑清文在今年的美网中肩负着巨大的期望 作为刚刚夺得奥运冠军的选手 他的每一场比赛都备受关注 他不仅要面对来自对手的挑战 还要应对外界对他的高期待和压力 然而 郑清文已经多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和心理素质 他的每一次出场 都是对自己和支持者的一次回馈 这位年轻的中国一姐 将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书写属于他的辉煌篇章 另据相关媒体最新消息 随着巴黎奥运会的帷幕 徐徐落下 全球的体育迷们 逐渐将目光转向国内外的商业联赛 作为乒乓球运动的重要舞台之一 日本乒乓球替联赛 在8月24日和25日 揭开了2024至2025赛季的战目 本赛季中 多位世界顶尖选手再度亮相 赛场上的激烈对决 为乒乓球迷们带来了无尽的惊喜与期待 在本赛季的女团赛事中 神奈川队无疑是最耀眼的明星 作为替联赛的豪门竞旅 神奈川队在过去的几个赛季中 几乎一直保持着一家独大的地位 本赛季 神奈川队继续保持着强大的阵容 包括平野美宇 张本美和 穆元美悠 长崎美悠这四美 这一组合堪称豪华 即使面对奥运会或士兵赛的团体赛场 也有实力冲击亚军 而他们的对手 日本生命队 虽然在过去 也是冠军常客 但本赛季的阵容略显薄弱 特别是二号主力伊藤美成的离队 给日本生命队带来了不小的打击 在新赛季的首战中 神奈川队以3比1战胜了日本生命队 展示了他们的强大统治力 比赛第一盘 神奈川队的张本美和 长崎美悠组合 以2比0击败了日本生命队的 替尾鸣日香 麻生露鸣 为球队赢得开门红 第二盘比赛 张本美和再度出战 以3比0的绝对优势 战胜 赤江下星 进一步巩固了神奈川队的领先地位 第三盘 平野美宇以3比1战胜逐谷美良 将胜利提前锁定在神奈川队手中 虽然第四盘中 替尾鸣日香顽强地以3比2战胜了 沐原美悠 但这只是为日本生命队挽回了一些颜面 最终 神奈川队以总比分3比1赢得了胜利 神奈川队的表现不仅再次证明了他们的强大实力 也为新赛季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在男团比赛中东京队与金刚队的对决 同样吸引了众多关注 作为未免冠军的东京队 本应占据绝对优势 但在这场比赛中却赢得异常艰难 首盘比赛中松岛灰空 吉村和红组合 以2比1险胜金刚队的森原正宠 龙骑东赢 为东京队取得了开门红 第二盘 东京队的王牌选手林云如 以3比2艰难战胜森原正宠 显示了他作为本队最强战力的实力 第三盘比赛更为激烈 17岁的日本新星松岛灰空 以3比2险胜松下大星 这场胜利不仅帮助东京队拿下了关键的一分 也进一步巩固了松岛在队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 东京队在第四盘中却未能延续胜利 大岛诱灾以1比3不敌金刚队的鹰田里志 最终 东京队以总比分3比1战胜金刚队 一些体育专业人士评论称 2024至2025赛季的日本乒乓球T联赛 刚刚拉开帷幕 但我们已经看到了激烈的竞争与精彩的对决 随着赛季的推进 各支队伍将继续展现出他们的实力与风采 而星星们的崛起 也将为赛场带来更多的看点与惊喜 这里是谈天说地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